湯家驊議員 上次的五大退讓已經是底線 今次政府再作出進一步的退讓 加上將所謂營業額 由一億增加到兩億 由一千增加到四千萬 這些改動我們目前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如果還有商界的同事更加要增加 這個豁免的名額 是將門檻再一次提高 我們完全無法接受這些建議 比書長我希望你了解清楚 就算你今天所提出這些建議 我們都不接受 無論再有其他再進一步的退讓 我想你都清楚明白到 上次我們開會的時候都說得很清楚 上次的退讓已經是最後底線 如果再有其他重大退讓 我們是不可以支持這個法例 我們是不可以支持這個法例 因為大致上的修改 我們今次所做的修改的內容 就是其實跟我們上一次所提出的改動 是一致的 只不過在我們提出了改動之後 我們聽到意見就是 我們裏面有些內容 是跟市場的事實是有少少不協調 或者不適合 希望政府回去再看清楚市場的形勢 究竟在這個修改裏面的一些細節 是否需要更加回應現有市場運作的實際情況呢 我們是從這個出發點 今次作出一些數字上的修改 但其實以實質內容來說 基本上仍然是建基於我們上一次的建議 但是這些數字的修改是重要的 譬如主長 你都明白到這條法例 就不是為了保障這個商界而設的 而是保障這個消費者而設的 那麼如果你將這個上下不斷提高的話 其實對於消費者和一般市民的保障 是越來越削弱 另外一點你必須要承認的呢 就是我們現在限制和阻止違反競爭的行為 這些行為本身來說是不為社會所用的 而你是將那個行為的限制 是越來越縮小 其實是違反了這條立例的基本原則的 現在商界那位 為何要不將那個營業銀提高一些 那個豁免增加一些 其實他們就說 可以令到他們合理或者合法地去違法 那麼這個上限的設施 是一個非常之關鍵性的問題 即是你怎樣設那個數目多高 或者多低 直接影響到這條法例的有效性 大家可能背書長 你都看過最近很多傳媒都說 現在這條法例已經變成是沒有牙法例 越剝住小牙 如果你繼續剝下去 沒有牙不如不要了 所以我覺得你不可以單單說 這些修改是以前的方向已經定了 不過現在只是調整的數目 但是那個調整的數目 直接影響到這條法例的有效性 也是剝術香港一般普羅大眾 你不可以單單單聽除 商界在議會的代表的意見 你不可以單單單聽除 商界在議會的代表的意見 我們都在這裏想強調 就是說 我們無論 譬如我們第一行為守則 我們都是守著 那四大最關注的嚴重反競爭行為 我們是不會有任何豁免的安排 這個是我們第一行為守則 所守著的有效性最關鍵的一點 至於第二行為守則 當然這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都要聽市場的意見 就是說 真是何為有市場權勢呢 也有很多意見告訴我們 1100萬實在太低了 我們因應這個原因 是作為一個重新的考慮 但是我們考慮的最後就是 先決條件也是說 究竟我現在將1100萬的數額提高了 是不是真的會嚴重影響到法例的有效性呢 那我們真是覺得是不會的 但是如果再去調整它的話 政府亦都覺得 因為我們今次已經是經過深思熟慮 提出來的意見 如果再去提高或者再調整 我們都覺得我們是有個擔憂的 上次你這番說話都是這樣說的 上次提出五大退讓的時候 你都是這樣說的 你是深思熟慮了之後 作出了一個退讓的 現在你又再退一步 稍後商界議員 你又再退一步 永無離日 我們無法接受這條法例 我們無法接受這條法例 是